1600公里的加农炮你见过吗 超级巨炮沉寂了半个世纪 现在又被美军重新捡了起来 目前美国陆军正在研究战略及远程加农炮 最大的特点就是射得远 1600公里 预计明年进行首次测试 如果能成功的话 那么SLRC就是人类历史上射程最远的火炮 从德国的南部开炮 炮弹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的郊区附近 从日本东京开炮 能够直接轰击韩国首尔 如果加装到美军战舰上 从北海也能炮击莫斯科 只是俄罗斯对此不屑一鼓 表示SLRC个儿头太大 机动性会很差 在开炮时很容易被对手定位 然后被摧毁 甚至认为SLRC不算是一种先进武器 超级大炮对于美国而言是一种退步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SLRC计划的巨炮具体有什么作用 2018年时 为了获取战场的主动权 美国建立了远程精确火力打击办公室 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射程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 第二个是射程1600公里的超级加农炮 第三个则是射程500公里的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这其中高超音速导弹是现代最强的导弹技术 500公里的反舰导弹则是战术需要 但是陆军的超级火炮则比较夸张了 不亲眼看到系统测试 无法相信这件事 以前600公里的SLRC属于是美国陆军的进化方案 美国最近的几场局部战争都是由空军和海军打出来的 轰炸机站一轮 导弹冲一轮 战局直接就明朗了 陆军作为战争的传统力量 就只能打扫战场 清理战场的小杂鱼 远远没有空海两军那么耀眼 美国军方也知道这种情况 但是改变了没办法 谁让战争形势变了呢 陆军就只能作为三等人一路走过来 待遇也就比海军陆战队好了那么一点 不过这种情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因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 从反恐转向了大国竞争 并且提出了多余作战的概念 陆军也有了出头的机会 在未来作战中 美国陆军会首先突破敌人的战略防御体系 为联合部队创造机会 所以发展远程精确火力 就成为了美国陆军的头号目标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战略远程加农跑 美国研究1600公里射程的炮弹的原因还有一个 那就是规避中导条约的限制 按照条约的规定 美军无法研制和部署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 而火炮不在限制范围 SLRC可以补上美军远程打击火力的空白 虽然现在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 但研究都已经研究了 总不能不用吧 谁会拒绝成本50万 却能射1600公里的炮弹呢 只是这种战略级武器 美国一直是偷偷研发 保密级别 直到2020年2月20日 美国陆军与英军举办了一场美英现代化示范活动 在这场活动展示的一组演示材料中 泄露了美国陆军最新的超级大炮 SLRC样子才得以面试 SLRC是一门大口径的深管炮 算是常规火炮 体积和尺寸超过了当前大部分的火炮系统 包括目前服役最大口径的203毫米榴弹炮 使用卡车平板卡车拖行 说明重量不会超大 具备机动部署的能力 炮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 而且火炮系统内置GPS导弹系统 打击精度在10米以内 SLRC的外表也很有意思 如果各位还记得M65原子安妮核火炮的话 就会发现SLRC长得跟M65几乎一模一样 同样有超长的炮身管 相同的底座设计 就连牵引车的外形都差不多 你就是说它抄袭都不过分 唯一不同的就是M65核大炮的射程 只有32公里 最新版的SLRC则是上千公里 火力军感觉SLRC也算是现代化的M65 问题是超级巨炮已经被淘汰半个世纪了 SLRC会不会像俄罗斯说的那样 实际上的作战效果不行 在军事历史上 超级大炮这东西很多 并且被一些战争狂人搬到了战场 主要集中在一战二战 比如一战的死后 德国用来炮击巴黎的巴黎大炮 二战时期德国攻打苏联的古斯塔夫巨炮 冷战时期美国建造的M65核大炮 以及加拿大用来发射卫星的巴巴多斯大炮 都属于超级巨炮 在这个时期火炮就是越大越猛 这几个大炮的火力远超普通火炮 只是当时的技术不行 这些超级巨炮有一个缺点 机动性与生存性太low了 在空地立体化的现代战场上 武器能否长时间的存活也很重要 如果刚拉到战场就被别人干碎了 那要它还有什么用 所以等到导弹技术成熟 自行火炮登上军事舞台 这些超级巨炮也就被丢到了博物馆 到海湾战争之后 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谁有制空权谁就能控制战场 机动性与生存能力更好的自行火炮也不行了 更别说一个机动性更差的超级巨炮 那就是废物 所以之后也没有要复苏的迹象 研究超级巨炮还不如拨经费 搞高超音速导弹跟六代机来得实在 但是注意 这个只是之前的超级大炮 SLRC多了一个现代化 性质完全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火炮能射多少公里 网多了算数百公里 网少了算 连SLRC的零头都比不上 二者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无法用以往火炮的经验来评价SLRC 之前的超级火炮也一样 射程更不在一个级别 也没办法用它直接对标SLRC 俄罗斯的说法认为 SLRC不行 在战场上没用 那就是睁着俩眼睛说瞎话 就抓住一个点不放 SLRC是已经被淘汰的超级巨炮 典型的断章取义 作用是一点都不说 最明显的就是射程 1600公里的射程 拿它干啥不行 至于机动性的问题完全不重要 毕竟有这个射程 谁还跟你玩对轰 那都是防区外开炮 战斗机导弹连火炮的影子的都看不到 拿什么炸毁 更别提SLRC的旁边还有保镖 安全性肯定能得到保证 而且火炮并不是没用了 从其目前发展的几种火炮项目上 就可以看出一些断倪 虽然在现代战争中 像过去那种火炮对轰的场面 可能会很少见 但新的装备将会给炮兵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作战方式 甚至说 如果双方都拿不到制空权 那么地面战场的胜负 还是要看自行火炮的炮弹 指新概念火炮 也能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大杀器 至于SLRC的作用 通俗易龙的解释 就是高超音速导弹 一父一母的兄弟 按照美国的说法 SLRC这种超级巨炮的定位 是高超音速导弹的补充武器 高超音速导弹虽然速度快 打击能力强 但是数量不多 价格也比较贵 就比如俄罗斯的匕首导弹 一枚一千万 只能打击那些高价值的目标 像那些小型便宜的软目标 打了就亏 而SLRC不同 它的炮体可以重复使用 与单发的中程弹道导弹相比 成本便宜的多 预计应该是40到50万美元 并且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 发射数十枚炮弹 专门对付敌方的轻型目标 就比如车载导弹发射器 雷达天线和移动指挥所等目标 而且SLRC在应对体量相等的对手时 作用很大 毕竟在这个时候 空军不能在天上随便飞 陆军也不能完全依赖于空中的支援 这个时候靠SLRC这种上千公里的射程 直接在防区外对敌人的雷达 导弹发射车发起攻击 而且便宜 上来就是饱和式攻击 这还怎么打 等于说SLRC是凭一己之力 将战场的距离进一步缩小 同时还降低了对空军 以及陆军航空兵的火力需求 美军甚至表示 这款火炮可以复兴 美国蒙大拿级别的巨炮战列舰 毕竟在北海地区使用SLPC 就可以对俄罗斯西部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 如果顺利的话 这款远程火炮将会在2025年左右 正式投入使用 并有可能在朝鲜半岛实施部署 报道认为 除了韩国 日本和菲律宾 也是美国部署炮兵部队的候选地区 只是火炮射程1600公里 火力军总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SLRC到底是如何实现的 对于火炮而言 想要射得远 无非就要使弹丸离开炮口的出速动能更大 飞行途中的阻力更小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加长炮弹 多加点发射药 美军老旧的M109榴弹炮 换装更长的炮管之后 射程就从35公里增加到120公里 从美军暴露的图片来看 SLRC依旧是传统深管为基础 但是长度不在一个级别 另外 还有可能采用电磁发射和深管火炮相结合的技术 与传统的化学发射方式相比 电磁发射能够提供较大动能 可将弹丸加速到化学发射难以达到的高出速 而且射速可以随便调控 精度高射程远 按照美军当前的技术水平 大概有三种视线方式 第一个就是采用全新的火炮发射药技术 使用氢气等高等发射药 能量密度更高 燃烧效率更高 提高出速 第二个就是采用火箭助推弹药 进一步提高射程 第三个就是依靠较高的飞行速度 将炮弹发射到大气层顶部 减少飞行阻力 不过如果按照美军暴露出来的照片来看 采用的应该是第二种 在炮弹的屁股后面加上一个冲压发动机 然后配合GPS导航 把打击精度控制在了10米之内 而现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打击精度差不多 同时根据精确的计算和预判 还可以打击地面移动的目标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SLRC火炮的射程是增加了 但本质上是榴弹炮和有二次助推性能炮弹的结合体 并没有采用什么新技术 火箭助推滑翔增程制导炮弹 与巡航导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拦截难度上 跟高超音速导弹不在一个级别 防空系统把它拦截下来应该不是很难 值得一提的是 研发这种射程较远的火炮 还是美国陆军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 美军之前很少注重在远程火炮方面的投入 随着现代战争的不断进化 空中力量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火炮阵地在敌方飞机眼中就是白给 所以美国的火炮水平很一般 不过美军近年来开始研发新型火炮 尤其是在射程方面极度重视 试图扭转美军在这方面的落后局势 M270和海马斯的精度打击导弹射程达到500公里 还购买了挪威公司技术 开发采用冲压火箭发动机推进的炮弹等等 可惜的是在2022年的时候 该项目就已经下马了 因为太费钱了 本来拨了7000万美元 但是不够用 美军估计继续研发SLRC可能需要数十亿美元 于是就把原来投资给SLRC的钱 用来研究帕拉丁榴弹炮升级版 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以及MRC中程反舰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项目 毕竟就作战效能来看 一款火炮主体花费十几亿 然后再配一个50万美元的炮弹 没必要 至于从海上打击莫斯科只是存在理论可能 现在没有任何的实际证据 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万一研发出来之后只能用于陆军 这十几亿美元就更亏了 还不如造个几十发高超音速导弹实在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那么各位觉得能不能将SLRC算作巨炮主义的复活 之后美军会再次把SLRC捡起来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不知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